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叔,欢迎大家,欢迎来关注冬选的红蝶,这方面的话拥兵邮差,昆虫杂技,很舒服的一套阵容啊,能修,然后牵制方面的话其实也挺不错的,可能还能保一保,这个保的话呢,比较有局限性啊,就是要够得着的情况下,就是我修机饶有余力,哎呀,这红蝶漂亮了,哎呀,这红蝶舒服, 这昆虫口子一封,红蝶这波飞,其实距离拉不近的,东旋带的是个尸场,蝶这边用不上,但是放在了昆虫上,我们进入镜头给他上线,看一下上线这边怎么玩,这窗口不近,然后这边在板子边放虫,板子边口放虫,刚好CD好,收虫,倒,没能挡住,板子下往上走,再留一轮, 这边虫一定要收回来,然后再堵刚才那个口子,再堵刚才那个口子,这个口子堵住的话,东旋这边,应该还是挺难受的, 一波飞跟过来,还能绕一圈,我感觉上线的这个牵制路线啊,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来操作业的,就大家可以看,如果说你被一个,没有远程能力啊, 比如说帮帮雕刻那种不去考虑的话,我觉得单刀行监管者,你看即便是红蝶这样子,这么能追赶了,这边那前面口子可以再一封,飞已经飞过了,这边的话,再一封口子, 哎,但这口子没封好,这口子没封好,再封,东旋绕过来,刚刚这口子是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,如果说能够封得再死一点的话,这边过来,打一刀,然后踹一脚是长, 把人挂在这边,你把鸡点亮了,哎,草哥也是抖堂啊,那草哥这边能不能全身而退,草哥这波吸引了一波,其实不亏,至少他把鸡子点掉了,那这样的话,东旋的一个市场就白费了, 挂进地下室,拥兵,卡半旧一波,外面杂技就,杂技一旧,草哥这边只需要再修一台鸡子就可以了, 这里是给一封信,我看一下这边东旋的一个防守啊,杂技这边是被通缉到了,那这边杂技要浇一颗,求, 拥兵也来了,拥兵也来了,这波救人不好说,东旋这边可以切传送的,他可以切传送的,你跳,我绕的拦住你,我就拦,拦不住你,我切传送,这边拥兵来,最正确了, 霸师傅,一个护币,先进去,然后躲,没躲掉,直接捞,捞完,可以,卡半旧想的,虽然说这波呢, 穷者亏是亏了一点,因为杂技白了一刀,这样的话,东旋挂上人以后,下一波,救人就比较麻烦了, 可能需要消耗这边的人力来把,哦,他们这边安排是佣兵再救一波,佣兵反正本身是可以扛一刀, 但杂技这边的话,再去修一台新机子可能不太够啊,这里的机子要草哥这台修完以后, 再去帮忙补博,佣兵得躲得很好,而东旋就有选择了,我相信东旋这个时候会干嘛, 切传送,过去秒人,你们信不信,你们一定不信,这个局怎么切传送,一定要切传送, 东旋,切传送,无论是宝瓶还是真剩,他都要切传送,他这边应该是先打一波, 但是,船我觉得要切的吧,这不切,人家一个护币跳, 这样子东旋最多一个,宝瓶啊,捞下来,切传送还来得及, 抓昆虫吗,抓昆虫的话,球者就有私人开门站的可能性了, 那边守住球者外面,重新补机子,东旋再顶出来打, 油拆这边要来放狗了,镜头给他油拆,一只狗放住, 这波真的我觉得可以放弃这个昆虫,然后重新再打一周旋的大局观和操作, 是可以打回来的,现在的话应该没机会了, 现在的话这里帮忙继续扛75%,一个插刀差不多就够了, 这把草哥有一所意啊,这个油拆起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, 我这边板子卡着嘛,95的机子, 详细摸,飞天落地刀,下板子, 捏刀,密码器点亮, 全员拉开,斯文开门站,东旋这边的话秒了昆虫以后, 切底牌应该还是有机会能保平的, 但是这个昆虫是上席,翻出来了,哎, 骗到了,骗到了,骗到了, 红蝶在这种板子面前经常会骗到人的,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你只能提前预看他的飞, 不能说他飞了你再去翻, 这样的话这个反应配合你的操作时间都来不及的, 红蝶更占据一个先机, 你只能是预判,只能是预判, 这边通缉到的是巴师傅, 但是有耳鸣, 草哥, 草哥蹲的不错, 回身一只狗没能咬中, 前面有个板,一刀,震撕, 切传送,那边的话门还在开, 人挂上,切传送, 巴师傅会不会会被拦住啊, 东旋这边好像来不及了, 刑局也行吧, 也行吧,不愧是东旋啊, 不愧是东旋, 这都给他拼了, 我是觉得当时, 因为东旋的话呢, 他这个大局观好嘛, 当时那一波就是, 他通缉到了杂机, 其实传送, 切传送落地过去把杂机秒了, 穷者这边外面需要干嘛呢, 需要救人, 需要补状态, 需要重新修机子, 然后你把这个杂机在椅子旁边, 机子旁边那么一挂, 再顶出来打, 找到这个昆虫秒了, 挂飞, 然后再往回打, 还有一个传送, 机会会更大一点, 找不到, 那这边杂机可能也是要手过半的, 杂机也是一个挂飞,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啊, 又被打脸了, 感谢大家, 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,